秦夏有圣旨 你真会编哪 你接着编哪 秦夏是没有圣旨 我也是被那女子骗了 不过头天夜里 在沐浴睡觉的房间里 确有一道圣旨 你跟她沐浴睡觉了 你跟她沐浴睡觉了 夫人 你如此急躁 我怎能跟你说得清呢 此事说起来话长 是因陛下 却下了一道圣旨 让众大于那女子 你胡扯 陛下下圣旨 让你跟她沐浴睡觉 你就跟她沐浴睡觉了 夫人 我怎么会做 如此下作之事呢 我只说 那女子 绝非纯长女子 那女子是陛下 派到我身边的 一枚棋子 什么狗屁棋子啊 爹 娘 天你干嘛呢 你娘这个 他掉了一枚簪子 是那个玉簪子吧 是啊 找着没有啊 快快快了快了 这丢哪儿去了 再找再找 时尔何事啊 爹 你的事儿 这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跟我娘 二十年风风雨雨挺不容易的 咱们家 绝不能再有第二个女子入府 你听 这就是我亲儿子 你呢 时尔放心 爹一定不会对不起娘的 这件事传出去不雅 在府里不要风言风语 爹一定会小心 妥当地处理好此事 时尔出去把门关上 好 好日告退 我不信哪个皇帝能够下旨观大臣的床围之事 他圣旨上写什么 他圣旨上写的是让你跟他沐浴睡觉了 夫人你 你说话干嘛如此难听呢 陛下是读书之人 他怎会写如此粗鄙的语句 那他写什么 圣旨上写 功课乃环 功什么课乃什么环 让你跟他在床上打一架 你想干嘛 让你们俩生孩子 司马懿会如此吗 司马懿当时就回绝了 我跟那女子说的是 臣有心无力啊 你很有心 你很有心 你有什么心你 你说 你孩子都快成人了 你现在嫌弃我老了 爹 娘 丑 爹 你这是干什么呢 在爹娘找簪子 是女簪子对吧 是 去哪儿了 在找啊 何事 周儿 爹 你的事儿 儿子以为爹跟娘都风风雨雨二十年了 如今儿子都这么大了 家中要再来个女的 成何体统啊 他要真敢来 毒死他 毒死他 毒死他们俩 你毒死我 我早就想毒死你了 好了好了 周儿 这个爹不会对不起娘的 这事儿传出去不雅 在府里不要风风雨 爹会小心妥当地处理好此事 你把门关上 好嘞 我说的有心无力 那心事只和夫人同甘共苦二十年之心 那陛下说让我攻克奶环 我能回什么 我说我奋勇向前哪 你可不就奋勇向前吗 你都把人给睡了 你多勇啊 我司马一对天发誓 我手身入狱 我与他与子 干干净净 清清白白 你要手身入狱 清清白白 明天你去找皇帝把他给退了 我明日早朝就把他退了 你要不退 你就是妄办断 我司马重达 行得正 站得直 你一连迟 我断断不断 你干嘛 你来干嘛 你没看过这儿找东西吗 我知道公子只是在找三子 夫人 小子一向对家事不敢多嘴 但这件事我是这么认为的 公子曾经多了几次 情真意切地对小人讲 他这辈子最大的福分 就是取了你为心 诸如此类的话 小人耳朵都快听出简子来了 所以我认为公子 绝不会做出额的事情 还望夫人能够三次啊 侯妻之我 我是侯妻 我治你干嘛 你不要再怕床根了 告诉他们所有人 不许听 关门 得令 我让他们全都走 夫人 咱俩长话短说吧 这门外不知道 站着多少个呀 司马一我给你脸 明天你要能把他给退了 我既往不咎 你要是退不了 你等着 张春华 快 你把咱子给我 一会儿爹该来了 你给我跪着 你把她在来 你把相务带给她 了 睡吧 陛下 已经三斤了 该休息了 是不是让郭桂贫 不必了 今日太晚了 谁也不找 是 打些热水来 是 阿翁 你说现在这个时辰 司马懿也辗转不昧吧 听闻司马忠诚的夫人是个真烈女子 喜欢五刀弄枪的 也不知道司马忠诚那文弱身板 能不能经得起夫人的三拳两脚 明天上朝陛下就看她脸上 有没有挂着花 阿翁 阿翁 软 х 众大 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刚回来 为我好好休息吧 陛下 陛下给臣的赏赐 这臣万不敢领受 先完毕归招 求陛下输回成命 完毕归招 你们一男一女 独处一世 一日一夜 怎么 始乱至 终其之了 虽然同处 但绝非一世 臣谨记军法 行军途中 秋毫无犯 这圣旨 你看到了 看了 好看吗 好看 朕说的是 让你功克奈还 你秋毫不犯 现在还要完毕归招 你这是何等罪过 还是说 你贤朕赐给你的人不行 配不上你玉树临风啊 不不不 陛下华恩好荡 百姑娘国色天相 只是臣实时文弱且战 无力举兵啊陛下 你无力举兵 你都生了几个儿子了 你无力举兵 是不是 你怕强敌在侧啊 陛下 这臣之家事 实时一言难尽 陛下 你可让臣 争刘备 罚孙权 臣 马可果实 肝脑土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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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朝廷重臣 身边有几个人伺候你 不是常事吗 为其辱虎到如此地步 朕告诉你 聘机四臣传出去 不是什么好名声 陛下 臣家中捉惊 小家尚不能治 何以助朕治天下 尊夫人 要是如此不识大体 朕就再帮你一忙 下一道纸 修了它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 有什么不可 你要抗纸吗 臣不敢 行政实施在即 你与臣群 责任重大 千万不要因为家事 误了国事 去吧 谢陛下 臣告退 奉旨行事 功课乃还 臣领旨 功误不可